今天,将于9月30日上映,得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22座城市,举行首映看片,有近3万观众提前检阅效果。 光是看现场图中观众可是各样的小,就已经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,笑到符合,笑到握拳,笑出眼泪,笑到鼓掌,笑成一团,观众的笑声,就是最好的影评。 电影《理查的姑妈》,讲述了黄才伦饰演的小职员,被误认为是有钱的富姑妈,为了自己心中的小算他,再加上艾伦松良在一旁山峰点火,便将错就错假扮起理查的姑妈,为了成功埋骗众人。 不得不使出各路奇招,真姑妈卢静山的神秘现身,也让这场谎言更加混乱和暴效。 看过片后,黄才伦为了假扮姑妈使劲招数,沈腾主持三年婚礼语出惊人。 调远饰演调酒师却反对调戏,密集的包袱设置,精湛的喜剧表演,都令观众效服。 有观众表示,包袱又密又多,笑点一层接一层,到处都是出其不一的反转,现场除了笑声还是笑声,太好笑了。 首映当天也来了不少记者看片,中国荧幕记者王诗如,在朋友圈评论,无庸具意开心麻花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,演员们在话剧的魔力下,演技不用多夸,每次都一本正经的搞笑。 特别诚意,大众电影的郑坤峰表示,这次麻花换了一种名法,有熟悉的配方,也有新鲜的口味,甚至还有记者表示,这部电影《我的影评》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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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报效程度可见一般。 据悉,从9月30日起,电影《理查的姑妈》,也将陆续在海外上映,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在内,将登陆全球超过14个国家、51座城市,全世界一起报效解压。 。 谢谢大家